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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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早晨了,教主,早晨了 各位朋友早晨 开始,RF开始 好,今早回到站起期指 跟夜期展示过去216 今早期货也相对有波幅 但是还是定住昨天的位置 现在还是22000以上期货 先问教主 上个星期五你就说 闭上眼睛追啦 追逐一个星期真是中了800 好了 今天到今晚 明天星期五 星期一我们有市 但是国内继续放假 星期二才回 而今晚又落回 美国哪有飞龙 他说怎么部署呢 今天 我想你现在拿了货 或者想着今天加仓 你全部都是瞄着 下个星期二 A股 怎么开出来的 这样落回 美国那些就别管他 不用理你 不用理你 很多人都说 Yen啊跌啊 唱不唱啊 你唱Yen 你都不是投资 你为了圣诞去日本的 哈哈哈哈 我都没什么所谓啦 是不是 那你147唱也好 150也好 144唱也差不多 除非你拿着 一千几百亿去日本旅行 都没得讲 那美国也不是很大件事啦 除非美股真是 真是独步地射下去 或者是爆升而已 那我想香港都没有空 理外围那些太多了 那最主要都是看着下个星期二 A股怎么开 A股呢 下个星期二 央行会不会 火上加油 在今晚 或者星期六 星期日 弄多两招 过来炭 谷谷的气氛 那就真是不知道了 会不会呢 真是不知道 因为现在央行 什么招都可以出的了 他已经是没有底线 还有没有大招出啊 估计 最主要在房地产那里 对 他现在主要都是 现在放宽限扣 北京 上海 是四大城市 北京上海 比较主要 其他很多城市 都放宽了 但是现在国内 很多人不讲 你只放宽限扣 那些人不扣都没用 你要逼那些人去扣 但是他怎样逼那些人去买房 那这件事真的难度很高 这些真的要问博士 有什么新的怪招出啊 其实国内也有人说 你股票那些 你那些蟹货可以给央行 拿去央行那里按的 那不如那些蟹楼啊 你都给人按下去啦 就是议案啊 央行做的 央行做的 放心啊 哇 這就是 那这就是 搞那么多事情 之前有三条红线 又整样 是想到去杠杆化 降与泡沫而已 那这样 譬如今 喂 喂 為了好看這些都要的 有些什麼破格的東西 個個都不敢做的東西 那你就去做 其實國內有些人說的 你不要說個人的那些蟹貨 那些發展商的蟹貨 不如你央行拿夠錢出來 先頂住 讓他們有些錢 可以又買地 又再建房子 跟股票一樣 人家就這樣想 但是股票要計算 股票的數字也很大 也能計算 但房子真的很難計算 中國這麼大 但是會不會就不知道 但怎樣也好 我猜香港放假的時候 香港就升到爆爆聲 放假的時候 幾天的A股價 香港基本上你算是由2萬點邊 包成2千點上來的 10% 你用這個比例看A股 下個星期二的A股 假設都是10%的話 即是說A股一開 可能是2百多 3百多 是啊 你計算而已 香港你放假 我也升10% 你A股回來 不是不升10% A股可能一開回來就有漲停板 所以如果A股一開回來就有漲停板 香港有一個跟一棍的 那你博不博的 哦 即是你博不博的 你博你沒有貨的 你唯有閉上去買 今天買 或者下個星期一買 有的 你就先拿著等星期二 我會建議先拿著 先拿著 先拿著 就不要 即是說那些是實貨 不是說那些槓桿東西 不是說那些博之類的 是 是 博就是看條款 你拿那些博 是 你說大師那隻在賺一個多星期末期那些 那些當然是走 大師這期都沒有什麼末日博的 但是很多隻博都升了十倍八倍的 博就難炒的 博真的難炒的 因為一升很多 那你上面已經不夠槓桿了 所以沒辦法了 那你要些 你想想一些博商 其實這個星期 我們就說領領你而已 隨便撿一隻Call 撿一隻牛的賺錢 是 博商這個星期真的是瘋了 是 真的計算一條數 是啊 計算一條數 可能他們是虧錢的 就是賺你的turn 但是虧了他那個underline的貨 都不定的 所以就是博商都 你看到博商都不是急急腳 這樣出東西 補回一些貨的 都不是說 哇 你想想之前 那個市場剩下的時候 動一動 那些博商馬上跟你 什麼位子都弄一隻牛 什麼位子都弄一隻熊 這次都沒有 出都出不及 因為兩個星期而已 市場上升了 是啊 出不及 而且就是 他都不太敢出 你出了之後 市場又爆幾千點上去 那怎麼辦 我底下的手貨 便宜給你 我都不想的 所以其實牛 Call 其實很不值得做 真的不值得做 但是沒有辦法 你要取捨的了 嗯 你要取捨 現在看到很多做電視節目的家庭觀眾打來 都是問一些取捨的問題 就是很明確的 500元買了一隻葵程 是 那時候200多元不買 他最高衝到534了 就是葵程 是啊 一手 上個星期你講的 四百元以下 是啊 所以一手他又很貴 但是你買Call 說真的 攜程我不會碰 因為Call和牛 都只有兩倍 鬆一點的槓桿 嗯 還有那個Call和牛 都很貴 有幾熊子 都很難買 所以你 你搏下個星期二 你就收拾一些 平坦點 收拾一些證股 坐一下證股算了 嗯 那還有些什麼 現在我們先講一下現貨 現在一個講座 現貨開了 就跌二百三十幾點了 正路 正路 開始有少少 像回調的跡象 但是聽教主說 那也要看定些 你不知道星期六 看定些 因為你正路的 這兩天跌 因為第一就是升了很多 是的 第二呢 股票行真的不夠 孖展充的 嗯 股票沒有 你想一下 由潘弓勝講的到現在 其實一個星期多幾天 嗯 一個星期的 全世界的銀行體系 和那個券商的體系 沒有這麼快搬到 每天搬幾千億出來 給你炒的 嗯 沒有可能的 股票行的貨錢 真是乾了 這個問題就是說 銀行 如果現在股票行的貨錢 已經被大陸人搶走了 嗯 那些credit line 被大陸人完全搶走了 他一拿就去問你拿幾億 一家股票行 好吧 一家股票行有幾多幾億的貨錢給你借 很快就乾了 那你股票行就是問銀行拿錢的了 是 問銀行借的了 那股票行的運作很簡單 問銀行借 那銀行 它都要考慮 雖然你說放貸款而已 銀行都要考慮 你借出去二萬二 借錢給國內的同胞去炒 它跌下來怎麼辦 斬倉嗎 斬倉銀行又怕的 銀行這些位置其實都怕 所以現在還在談 看看下個星期 銀行可不可以把錢拿出來 給股票行做貨錢 嗯 嗯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兩天跌 其實就是召回孖展的 是 召回孖展的 即是明白的 即是你這些國內的同胞 你都是買ATM的了 那些數到就是瘋狂那樣的了 那但是你要下個星期 或者未來你還要再孖展的話 股票行禮牌都會跟他們說 你不如先退這些貨出來 在吃點先 你要賺的 是的 先吃點先 不要死錯難錯 你先吃點點 下個星期 如果我再問銀行 借多一筆錢回來的話 我第一時間叫你 再加碼 是 但你已經兩天你先沽一點 是 大家鬆一點 鬆一點點 我才跟銀行談到的 嗯 銀行說你要借多10億 你現在的loan portfolio怎樣 爆了 那銀行就覺得很危險的 即是如果你不是爆了 我叫客人沽了很多的了 等你的錢到 加碼 那這樣才有得商量 所以這兩天沽呢 其實是 unload一些孖展出來的 嗯 OK 好 那現在的港股呢 都叫定住在這裡 現在都是輕微跌了 100點左右 都還是站在22000樓上的暫時 那現在的現貨 好 昨天的V彈給人很大的信心 昨天是 一千一千 上午堆下來下午都咬回 上去出了一些大筋底 大筋底 這樣 那好像那個費率還是很強勁 是啊 那教主建議都是 有課一點 再看這兩天 星期二 看好一點 那至於你說其他的 我們說一點外圍 剛剛教主也有提到的 一些 currency 那時候 喂 阿茂茂 一上場就搞搞一日圓 現在的日圓呢 已經去到一四六幾了 還有沒有得再 喂 阿葬你其實可以倒轉的 不是他上場搞一日圓 可能是一日圓搞他 哈哈哈哈 但是他出聲的嘛 那他就說可以不用這麼急加息 現在 那你就是 他又 他又破格一些的 那你就是日本也有央行的 他上場第二天而已 就是啦 日本央行說 喂大哥 你剛剛 你一張椅子都還沒坐下去 啊 你又說要跟我Fan 又說你不如加息減息 你決定 不如你說了 你搞了 我央行做小飯更好 煩什麼 是不是 所以可能是日圓搞阿茂哥 不知道 那你這些都是的 因為他很特殊的情況之下 竟然做了一個手上劇 就是很問水 是啊 那這些人通常呢 一坐 還沒坐亂張椅子呢 就一定會說一些很突破性的事情 那些突破性的事情 通常就是說 之前那些人做的事情呢 我不做的 我反過來 通常都是這樣的 嗯 然後坐亂張椅子了 那跟著之前做什麼呢 他又會做回 嗯 他說要緊縮 怎麼緊縮呢 現在日本 日本的通脹又不是高到5、6% 是 只是這麼多而已 你為什麼這麼緊張呢 是不是 那你 你 說真的 你日本 經過了這兩三年 就是其實疫情之後 那個經濟 摸上去 是那個勞動市場 是緊張的 是 但是未至於緊張到 把通脹上去 嗯 那你這個時候這麼快 加息做什麼 就是 日本央行都知道的 你是怕那些事情是對的 但是現在那樣東西 是未很正式出現的 你看看美國 美國那條什麼 鮑威爾 那個通脹去到9% 之前才開始加息 因為現在日本的通脹 那2% 鬆一點都不夠 那你加什麼 所以這些 但是它 阿茂會說到 平衡彭蘭 那個日圓會很浪 嗯 最多的多日圓 會抽到多少呢 如果你看看 我想都是150 鬆一點的 就是 因為日本是要加息的 日本是要加息的 不過 不是12月 怎麼拖下去 不是12月 怎麼拖下去 因為日本始終都會加息 美國始終都會減息 那個色差效應是會 是會拖 就是拉高的日圓 嗯 但是受著阿茂哥的言論影響 那個日圓是會 會拖 拖得個範圍比之前大 可能拖不拖 那150出來都不定 是 如果這樣看的話 你有機會今年都不會加的 是吧 我覺得今年不加的 今年不加 怎麼 我想不加的 起碼 你給我是阿茂哥 就是不要這麼激 這樣 我起碼等到美國年底 看是不是再減兩次 我才看加不加 你是不是上次日本加 會搞到全球股災 加多了 本來加十點指 變成十五點指 是啊 那次千呼所指 我也是打一份工 這樣就夠破格 這些東西 那日本人破一次 就不要破這麼多次 所以我想要加 都是下年第一季 才會加 未必這麼快加 咦 那大家 還可能有便宜一點的日圓 可以唱一下 看看你去旅行 你便宜了多少 不是的 除了去旅行之外 我知道有些網友 有聽大師說 都買日圓的 聽文鎮Sir說 之前有些都是買日圓的 都想問教主 看到日圓 你看到一五零 你便會買回頭 我覺得 一五零 就是沽了一五零 就是買日圓 一五零 我覺得一六零 是難做的 一六零難做 一五零也有機會 一五零 那時候 你沽了一五零 我會不停地說話 不停地告訴你 我不喜歡安倍 安倍那些寬鬆 最討厭的 那樣 然後不停地說去緊縮 不停地說去加息 那日圓便有反應 所以昨天一鳴經銀 我們的標題 都是寫著 眼貌之亂 是啊 沒有辦法 那你 你 這樣突然說 港股升回 是啊 到升六十幾點 到升 就是急 就是昨天的V彈 太大的短線 啟示 就是不要讓它跌 一跌就要買 就是很多人都是這樣 嗯 看定些先 港股 教主都叫大家 可以先停一停 說一些實貨 嫌貨 沒有貨 你追不追 你現在想想 那時候彈上去 突然之間 就是說真的 A股開之前 港股升了一千點 真的不期 還有得夾嗎 真的還有得夾的 你想想 A股星期二 現在在估計是停板 一開就停板 就是10%的 A股 是啊 A股一開10% 就是上證 一開來見我 三千六 三千七 是啊 十個%的話 那時候 就大功告成了 三千七 嗯 我和博士都是看三千八 四千兩個位 而已 一開三千七 已經差不多 就是這一陣 潘功勝是贏了 嗯 就是只看A股 下一陣 它又會落力搞樓市 嗯 好 教主有教主的看法 坐下 又有課 大家都贏 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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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有課坐些 都一定是贏的 這段時間 就是有拿課的朋友 尤其 其實你今早的舊僵 你堅舊僵 那隻 你撈回一隻美團 哇美團 你真是勁舊僵 你和大師都是對台 大師我想說 沽美團 之後要沽 但是美團 他都是因為股東減辭 股東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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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老老實實 你有課 你也想沽股股 股東減辭 股東減辭 比起美團的尺寸 3億很少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正路 一個個人的財務需求 他不是不看好美團 是不是 我拿3億出來吃飯也好 升到二百多元 不讓人沽嗎 所以我覺得這些沽 無雙大額 但是那個市場可能說 搞錯啊 升上去 你沽下去 割韭菜嗎 所以今天一開 就賺到199.9 但是你想想 其實他現在 減少了3億而已 很少的 很少的 就是個人財務需求 不是不看好的 所以有夠膽 就可以衝回到美團那裡 但是現在是二百零二的六 我看如果市場再升得起的話 隨時升回204、205 那時候你就沒得玩了 你是撿這些而已 說真的 這些你害怕的 不敢坐的 你就撿這些短的那些 嗯 那今天的美團最得殺到 197.3 現在還是站在二百元頭上 真是膽大心勢 一切 是啊 現在要衝下去 衝到美團 另外也想問一下 教主要看油價怎麼看 現在中共那邊 局勢越來越緊張 你看到美金就反彈 油價就彈上來 那好像有點避險 那些油股我怎麼看呢 其實我覺得油股 你今天買遲了 我覺得油價也不會升得太多 現在油價只有七十三個多 油價 七十三個七油價 是 七十三個七 是 七十三個七 我覺得油一般不會太多 我不會看太多去到八十元 你中東那邊其實都開始收工了 這麼快 你局中真主黨都屯滅了 嗯 然後開個會就被人炸了 那你伊朗那邊其實都熟了 射著導彈啊 我哪有地面部隊啊 那些地面部隊就回到黎巴嫩而已嘛 他不敢 地面部隊就很難下去伊朗 因為經過幾個國家 是 那伊朗那些射導彈 只是一個宗教上面的宣洩而已嘛 嗯 他明知道到以色列難倒的 是 他明知道的 但是他又不可以當沒事發生 那我怎麼都要弄回幾十粒過去啦 那弄了百多粒 其實沒有傷 沒有傷 沒有痛的 那跟著 那個局勢就是 以色列的地面部隊 進去黎巴嫩南部 然後剿平了 就蓋了這些東西 跟著以色列 北部那些人 已經搬走了 很多很多 都撤離了 那又回去了 然後再建房子了 跟著又坐在那裡 當沒事發生 伊朗已經開始熟了 嗯 伊朗開始熟了 以色列也不會跑去打伊朗 嗯 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想打伊朗 就是美國 以色列不會那麼笨 跑去打伊朗 伊朗也都無謂犯戰 跑去打伊色列 嗯 你以為伊朗在中東有很多朋友嗎 每個人都是看著伊朗塌 跑去抽水的啦 伊朗都知道的嘛 所以我想他搞了黎巴嫩 沒什麼特別的 胡賽組武裝那些 沒什麼好搞的了 那些 那些又是收到你的電話 知道你在那裡一顆炸彈炸下去 嗯 所以我想油價大概都是74元左右 我和博士都不敢看油價太高 那他都抽了上來的 一天的 他抽了上來的 七十塊邊抽了上來 七十四塊 因為始終中線 中長線來說呢 油價也是要擔心特朗普做總統的嘛 嗯 即特朗普做總統 他真的會把油價放進去 他上次做總統 真的把油價放進去五十多塊的 那他真的會把油價放進去 好 所以我覺得建好就收了 那些油股呢 那些油股呢 那三桶有哪一隻好啊 三百六中長線 怎麼看呢 這些 油股呢 你八五七 八五七呢 你連接下個星期二A股開 八五七 對了八五七 八八三是純體油價的 八五七有A股開出來 因為中石油都是A股的權重股 嗯 那三八六是OK的 三八六看看中國這次對於恢復經濟增長有多大的決心 嘩 像破頂啊 之前的五個三那些位 是啊 但是呢 很多人我看到很多訊息說 三八六買不買可以的 問題就是他在頂那裡 是啊 你一買 你這個位一買你就要破頂啊 上次的頂就五個三這些位大約 差不多的了 現在就五個二九 所以你一買你就一定要拼它破頂 你中石化破頂呢 你要對中國今次刺激的經濟 有一個很大的信心才行 嗯 有所動搖呢 不要搞啊 因為現在三八六 不便宜的價格 五個三的了 那那個息 它跌回 因為價格性了 那個息 那個息跌回到七厘多 是 你想想那時候九厘多 十厘多 三八六 那三八六十厘多的時候 就要衝到高位 那如果你說我要買 真的等星期二A股開了 有網友說二六二八 二三一八 這些就比較貼題 是 A股升的嘛 A股升就是說 大家對 對潘工姓 對樓市的措施很有信心 就是大陸的樓應該可以 大陸的樓應該可以 A股也可以 那這些全部就是 平保、中人壽 會受惠的 那你想想 下個星期二A股 你又什麼鬼都沒有 那你就二六二八 二三一八 自己看位 這一兩天 今天或者下個星期一 買一點點 駁它A股開 今天它開低的 二三一八 今天開到五十三個 開低的 現在都抽了上來 去到五十五元這些位 是啊 這些都可以考慮一下 看有沒有縮多一點點 給你機會買 另外 教主還有沒有什麼 落後一點的 讓大家可以再追 會有很多人說 七八八厲害的嘛 七八八 行的嘛 七八八行什麼 七八八高什麼息 七八八走去哪 1.07而已 不會有這些位 又是這些 有升的 有升的 是有升 但是比起別人的那些 不是升的 不是升的 是兜八升的 還有七八八 一向都不高 只有四厘幾而已 隨便撿一隻內銀 剛剛說三八六 那些全都是八、九厘的 所以七八八其實不算高 比較 會不會輪到它呢 像它破頂的 七八八 希望 我都很希望 我都很希望它 幾毫幾毫 拉上去 讓我走 大哥 但是它真的 你唯有 你不能罵 這隻東西 它又不是很跌的 是 它又不是很跌 八豪幾支 九豪幾支 一元鬆一點 但是它最壞 又不是很升 那你就當 當是 節載三宇 節載三宇 多少蟹貨 坐在那裡 還在派四厘幾支 真是 沽寒到死 好 七八八 有啊 繼續坐下 剛剛叫破的位子 走勢上 確實是不差的 七八八破頂 是 另外呢 二十啊 反升啊 看看先 有很多網友 拿了雙湯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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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孖展在裏面 很多孖展 這些要怎麼走啊 我覺得要走的 這些孖展一熟 或者銀行的股票行 那些大股 ATM啊 葵程啊 那些藍籌股 成份股 各樣東西的孖展 就可以鬆一點 其他那些要收緊一點 因為它都想 銀行和股票一樣 想孖展集中 在一些比較強勢的股 或者一些政策 導向到那些 那如果你借一些孖展 因為這個禮拜都很兵方馬亂 每個人拿了孖展 周圍買東西 那 雙湯這些都是孖展衝上去的 那如果你 你收緊回孖展 或者 說拉回孖展 去一個正常一點的位置 大家都舒服的位置 那這些可能會拆的 那孖展 可能要拆一些倉子走的 那這些就會有些危險 所以你借著 雙湯今天爆了六個百分比 一個百分比 我覺得不要等兩元 你有貨的 你走那些 換其他地方先 因為怕是拆孖展 那不是縮孖展 是孖展要退位 那這件事對於這些股來講 殺傷力是會有的 嗯 就是起碼退一半 或者如果退的話 是的起碼退 如果退的話 換什麼好呢 還有什麼可以換呢 沒有這樣講 譬如你那些 我就不會ATM的 資源股內別那些呢 那些可以嗎 資源股最慘的 就是它被美國經濟拖著 嗯 資源股其實只有這麼厲害 其他它被美國經濟拖著 就是怕 是啊 中國是救市啊 香港有電腦借啊 這樣 但是你美國好像危危苦啊 經濟 嗯 親身總統上台 按個掣就倒了 那怎麼辦 拖著了一些資源 資源都升了一陣子的 但是就 這次來講 它都跟到那個市升 但是又不是很激烈的 是啊 你看看他358 這樣都是11個多 想說是15元而已嘛 之前那些再高一點的位子 比如17-18元 它都沒有碰到的 當然你可以這樣說 它落後 但是你也可以說 其實有個環球經濟 拖著了資源價格的脊後腳 嗯 其實近來只是金升而已 金也不是說很升的 就是升過下 升過下 是 ok的 其實我覺得這一兩天呢 除了如果你駁個A股會彈的話 還是彈得很金 你應該趁這一兩天 整整整自己的倉 是 整整自己的倉 集中一點點 是 集中一點點 一些比較強勢的股 可能之前 市場上升得太急 你 哇 見號碼就買 每個都會升 這樣 我覺得應該收拾好一點 不要太多股 在身上 收拾下去都是一些成份股 對嗎 成份股 中移動 人壽 平保 這些 這些當然 挺划算的 中移現在74.8 74.8 74.8 是划算的 當然你不會有ATM幾十塊 爆得這麼厲害 但是前提就是 你駁個下個星期二 A股爆200點 300點上去 萬一下個星期二 A股倒下去就出事了 那你也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是有機會的 昨天一鸣基就說 哇 下個星期二A股倒下200點 香港倒下3000點 哇 真是不能想像 是啊 不能倒下的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這一兩天 潘工姓應該說了兩句 支持著氣氛 維持著氣氛 怎知道 大陸的同胞放假前 慶合合放假後 冷了來就不行 那些比較二三線一些 比如說科技股 之前炒開那些 那些升得很急的那些 就是可能什麼 油棧啊 或者什麼雙湯啊 那些比較 是啊 那些先退回一點 就轉回去 如果要轉回去 比如說剛才說到的 2628 2318 941 這些 就是藍籌 這些可能穩陣了一點 就看一下黎幣 另外再想問到一個辦法 那些賭股行不行 賭股啊 我覺得一般是搬的 就是跟大隊 金州啊 就是那個國慶 沒有幫助 那些 沒有說 又不見到新聞很講澳門啊 是啊就是講去旅遊 難道攜程都可以爆上去吧 是啊澳門股 講得比較少一點 可能澳門股 因為現在換領導人的世界 澳門又換了領導人啊 是啊 那領導人又好像 對於那些澳門賭場 也頗有微言的啊 嗯 就是叫你去旅行 又不是叫你去賭錢 是啊 澳門賭場說 哇 鴻生說 我玩了賭場幾十八年 你現在跟人說 叫你來澳門不要賭錢 就去旅行一下 搞錯啊 那些澳門賭場 都對著新特首 都比較難適應啊 嗯 嗯 所以我覺得 他都是跟市走 跟市走 沒有什麼特別強 沒有什麼特別強 不過都升了一層的 你看看27 升了一層的 升了一層的 如果這些都 不如繼續留了吧 如果這麼說 我會集中火力 在那些大籃籌那裡 嗯 集中火力 免費啊 就是萬一 市真是升就好 升可以慢慢來 萬一跌下去 急跌的時候 你拿著十九幾隻股 你猜也猜不及 嗯 好 所以今天教主建議大家 可以有貨拿著 繼續等 撿撿自己去創 將那些錢 可能盡量集中 回去 剛剛我們說的大籃籌 就是阿里巴巴微團那些 可以不用說 騰訊那些 都不用說 可以轉回去這些 就看下 接下一個星期二 A股回來 會不會有個 出聲庭板那些 什麼 強勢啊 哈哈 看看有沒有可能 最壞 最壞今早要和你做節目 我打算收拾美團 的call 現在 一開 一做低 我打算收拾美團 的call 現在二百零四 還可以吃 是啊 今早二百元以下最低 197.3 一開 今天最低 激死 算了 下次 現在那些窩都高了 算了 那些窩是高的 哈哈 好 今天多謝教主 教一下 教一下大家的策略部署 好 那我們現在先去一個廣告 待會回來 還有民感期權譜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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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蓋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